哇哦 街上好热闹哦 嗯 是我们瓦尔克利四年一度的风烧女神祭哦 太棒了 星亚大人 我好想去市集里逛一逛哦 小鬼 这么快就待不住了 女帝陛下应该也已经回到王城 稍晚我会向她承报我们目前的进度 你去见女帝陛下的时候 就说我还有要事不便前往 另外 切记不要告诉她有关生物的事情 为什么 唉 我等你好久了 还以为这次你会夹着尾巴逃走呢 你还是一样不改这种华丽的出场方式呢 马蒂达 装模作样的 进度是没意义的事 这一次的对决 我会让你输得心服口服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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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准备好等候你的挑战 希望你的爱普希之剑还没有生锈 哼 那我就勉强期待一下你日在的表现吧 记住 这世上只有我才有资格成为你的对手 哇 那个大姐姐的气势真是惊人 那位大小姐看来跟你有很深的过节哦 哈哈哈哈 走吧 先帮你们在王宫里安置下来 然后再带你们出来大街上逛逛 耶 完死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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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这次远行的成果 我已经大致向女帝陛下报告过 女帝希望 我们能尽快解决纳姆塔造成的灾害 好 既然女帝指派给我们的任务 是解决纳姆塔事件 那我们就尽快完成任务吧 女啊 你看起来似乎不想让女帝知道 有关圣物的消息 但她终究是一国之主 我只是不想再找寻女神圣物的途中 再出现其他无法预料的事情 看来你并不信任女帝 难道是因为 依莎贝拉族长说的那些话 这话题就到此为止吧 各位 本来这只是我和马蒂达之间的事 劳烦你们得躺这趟浑水了 别这么说嘛 这是身为伙伴该做的 哇 神出鬼没 今天 瓦尔克利的胜利号角 将会为我马蒂达吹响 还是那句老话 我们战场上见真章 就看你们有没有这个能耐了 哈哈哈哈 神我齐心的喊贝拉族 神我齐心的喊贝拉族 可以找别人吗 为了保护 快 这么好 得F1的和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像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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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勢 2 3 4 3 4 9 10 10 畢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确保王国在繁衍后代方面能够没有后顾之忧 天使之拳 克菲尔你不知道吗 天使之拳可是艾斯加大陆又已繁衍生命的神圣之物哦 好神奇啊 马蒂达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就是千年前异世界游记兵的大将苏兰达的后裔 是那个曾经从异世界来到艾斯加大陆 并且帮助瓦尔克利 考发魔头避难维基 和平定拉纳洛之乱 那个有名的游记兵 不过这跟尼亚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这就得从我们还在学校的时候说起了 马蒂达从小就知道 自己未来将成为玫瑰骑士团的领导者 因此一直以来便受到极度的保护 而无法与一般人自由往来 而当时尼亚根本就是学校里的小霸王 往往闯祸了自己都浑然未决 有一天 马蒂达向尼亚递出了挑战书 进行了一场秘密的决斗 关于那天的胜负除了他们两人以外 几乎从那天起 马蒂达就开始在尼亚身边打转 直到毕业后 她正式受勋加入玫瑰骑士团 成为剑袭骑士到外地巡守 这一次的对决 应该算是两年前 马蒂达就跟尼亚约定过的吧 两年前 想不到他们两人可以记得那么久 对我们这几个人来说 接下来的比赛可能会越来越艰苦 大家加油 别担心 大家一起努力吧 我要一起来好好照顾 找年吗 为了保护 唉 终于得来不一的和平 终于得来不一的和平 adan 我 也 也 領 他 滿致 5 未必领诱着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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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首席继承者 居然不可能 不可能 真是个顽固的家伙 约定好的事总算完成了 接下来该出发去寻找剩下的女神圣物 尼雅 我好不容易才回来王城一趟 你又想逃去哪里 有事情要办嘛 哼 如果你不待在城里 那我也没啥好待的啦 我不管 我要跟你一起去 别开玩笑了 骑士团你的事怎么办 别忘了 你可是玫瑰骑士团团长首席继承者呢 骑士团会待在王城里一段时间 不需要 这 这 虽然花了不少时间 但总算有点用 我记得 法雅尔的那本 一文路上是这么写的 火之女神 是明调皮厚动的神奇 喜欢向她认为有缘分的人 也留种子 作为游戏的信物 而游戏的结局 就是霍言之时的问世之客 停止挣扎吧 你 待在这个残破不堪的身躯 已经够久了 这下次 你 就是我的囊中之物了 谢 哦 对了 至于 我就指派给你 最后 也是最感人的 任务好了 哈哈 哈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